又来一个群 还让不让人休息了 还以为是你蹦一蹟的群 把我拉进来了 爸爸 下次一定 郑哥 谁啊 小迷弟刘邦啊 那个似水亭长 你换皮肤了 不好意思 之前你看到的我真诚普普 现在你看到的我 是大汉的开国君主 好家伙 哪个矮钳刀在拉的群啊 哈哈 是我 好久不见 甚是想念 你什么意思 群里我们迎勤的就两人 隔壁的刘汉 你拉了这么多人 你家当皇帝的 也就你们父子俩啊 我竟无话翻驳 你个老赖又拉新群做什么 还差零点一元 麻烦各位帮我砍一下呗 滚 看把你们得瑟的 看看人家明朝老助家 都已经把群聊记录出书了 说的好像我们不能出桌子的 刘群 你先把给司马迁出版实际的资金填一填 把咱们汉朝篇安排上 No problem 爷爷 咱们出版汉朝群聊的经费 其实可以不用挪用公款 怎么 你文简知智 手里钱多 想赞助点 不是 您进入关中 废除秦法 允许百姓私住假钱 来一波民间住币 这钱不就有了吗 好主意 胡亥 放开政策 铸造假钱 这事你能干 我就算是号召百姓住假钱 他们也不会听的 没想到你在民间还算有点威望 不是 是我的旨意 根本出不了咸阳宫啊 不过爸爸放心 咱们秦朝篇的书 我保证给您出出来 你预备资金从哪里出 爸爸 你守天下之兵 铸成的十二金人 我打算卖给收费铁的 不够的话 我可以到秦始皇陵里 提点存款 我看你家的书 肯定出的没我家快了 你家的书要是先出来 我就先焚一焚 天气这么热 也不差我这一把火 众哥 不是我说你 你看我大汉 又是修史书 又是复原典籍 建最早的图书馆 天路阁和诗曲阁 文化事业 搞得不亦乐乎 要不是我搞好统一 你们能有机会 丰富娱乐文化生活 我在位的时候 求能至上书者 扶生九十多岁 老不能行 于是派朝措上门求学 这样的精神 秦朝没有吧 灰坑未冷 山东乱 刘相原来不读书 你们姓刘的不宜出身 能有什么文化水平 我高嘴的大风歌 还有我汉武帝的秋风子 算是可考的 最早的帝王诗词了 你就是和我并称秦皇汉武的刘小珠 身为秦皇 这样叫人家小明 你礼貌吗 叫小明可以拉近彼此的距离 你不知道吗 好的 我知道了 吕正 赵正 年轻人 劝你低调 做人不要太气盛 不气盛叫年轻人嘛 我大汉盛世华彩 气贯长虹 你们汉朝灭西域小国 吊打南越朝鲜 一点都不知道尊重人 灭齐楚 燕赵 魏寒的时候 也没见你尊重六国呀 我那是为了统一 我那是为了巩固统一 我好歹号称千古一帝 千古之间 唯我独尊 怎能允许有人和我并驾齐名 那你们就比试比试 封个高下 我铸造半两 我发行五诛 我北伐匈奴 我离庭扫穴 我发动战争 消灭诸侯 我骤金夺绝 蚕食诸侯 这么看 刘彻也不比营阵差马 可我是开创者 汉朝只是汉成秦制 抄袭我的原创 这我就得说一句了 我跟我儿子汉元帝说过 汉家制度 砸王八之道而用之 最多只是借鉴 算不得抄袭 你们汉朝一个接一个 轮番轰炸我爸 是欺负我们秦朝就两个人吗 你要是有点作为抗队 也不至于我们只能跟你爸对话 是啊 你要真有那么一点点优秀 我也不至于起兵烦你了 都是治理国家 擒二势而亡 人家汉两番续命 这是高下立判 都是二代 我和后世的宋仁宗 明孝宗并称中华三大人军 而你胡亥 只配合下节商咒周幽王 相提并论 同样是亡国之军 里面没有我 差别出来了吧 有啥不一样啊 亡国之军都一个德性 说我是人中猫狗 你们也如同喷嘎 半斤对八两 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 我虽然也是亡国之军 但我可不是你这样的昏决 没想到胡亥这小子的风评 在历朝历代都不咋的呀 既然你是跟东周列国借不到钱 跑着薅秦汉两朝的羊毛了是吧 你要这么说 我也不反对 我郑哥不差钱 你也不差钱 你可以包养他 还有我 天皇贵胄 世代诸侯 你个平头百姓 不要随便跟我称兄道弟 且不说 你就比我大三岁 叫声老哥也是应该的 再说 我们大汉 任人为贤 从不计较出身 真是王侯将相另有种乎了呗 而且我们汉朝真的包养了周朝 不信 你问刘彻 我们汉朝分封了周子南军的魏公国 和殷少家侯的宋公国 继承周朝商朝的血脉 我知道 这叫二王三克 后世王朝 总要给前世王朝流个血脉 向我们周朝 把皇帝 姚舜 夏上的子孙都分封了 就没给我们秦朝留点 这你得问胡亥 他把殷勤的子孙都清理干净了 原来胡亥和武则天一样 都是皇室清理大师啊 不过还是要感谢秦朝 灭了周朝 是清是路 普及郡县和官吏选拔 让我们这些普通人 有了出头之日 我们秦朝好不容易完成的大爷 倒是给你们汉朝做了嫁衣 乱世之中 大破大力 不要记小这些细节了吧 我们秦朝是大破大力 你们汉朝是又当又利 明面上是独尊如数 实际上还是外揉内法 我们汉朝外揉内法 实则外揉内纲 就是因为这样 才能上号续费四百多年 你家胡亥要是能学着点 也不至于 耗用了十四年就断了会议 不要老揪着我大秦十四年做文章 我秦人想过五百多年 没有你们说的那么短暂 这个时候我必须冒个炮 你们清朝的诸侯地位 还是我们大洲天子分封的 秦朝是诸侯 干掉了原来的天子 汉朝是子民 干掉了原来的皇帝 真是天道好轮回啊 你又是哪个 我自幼出身寒威 但我是王孙血脉 我有天命Buff加持 年纪不大就夺取天下 我收拾四分五裂的江山 又善待手下功臣 我就是东汉开国之君 光武帝刘秀 你是不是看了我的剧本 优秀的人 成功之路总有重合之处 身为同行 简历像一点有何不可 看了老朱家的这本书 里面也常常把我和朱元璋相提并论 那是因为正统王朝的不宜天子 也就你们两个 等一下 你们殷勤一卒 不也是从底层养马奴爬上来的吗 我太难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